疫情再起 但是紓困特别条例 在今年六月底就要到期了 行政院现在延拟 把时效再延长 而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原本今天也要到立法院开会的 但传出政院新登一名公有确诊 为了保险起见 李孟燕临时请假 改由副秘书长出席参加 好 另外国安会也接获通报 一名员工确诊 目前疫调结果 这个员工并没有跟政府总统有接触 国安会134名员工快筛的结果 也都是阴性 内政委员会出席名单 行政院这一栏已经改为副秘书长 原本是秘书长李孟燕要亲自来 但政院多了一名公有被验出确诊 虽然没有密切接触 一指挥中心建议 李孟燕自主健康监测 临时向立法院告假 而这波疫情也再度烧进总统府 国安会新增一名员工确诊 经过疫调 确诊员工没有跟政府总统等高层接触 134名员工快筛结果都是阴性 目前没有扩散迹象 但这波疫情看似没这么快落幕 截至111年4月6日 公股银行办理各部会纾困方案 受理申请达121929户 金额达新台币一兆2493亿元 纾困真心特别条例 6月底就要到期 剩下不到两个月期限 政院表态希望能延期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邀及财经部会来讨论 假设要延期 我赞成 但是预算的部分 从过去的600亿 2100亿到8400亿 金额一再膨胀 金额一再膨胀 也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 对特别条例的延长 这个一定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 特别条例里面的特别预算 而特别预算还需不需要使用 我们还是希望说 请行政院在斟酌 疫情何时能到尽头 目前看起来仍遥遥无奇 朝银有共识 纾困特别条例将继续延长 免得政府防疫政策 无粮草可用 记者林轩街舞相三 特别报道